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怎样在网上提交并跟进移民和签证申请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移民局最近终于在大力的推进 说要申请人更多的五指化 用过电子方式在网上来上传 以及跟进他们的移民和签证申请 移民局按说早应该这样做了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包括有的申请移民的人 可能使用各种电子设备不方便等等原因 在这方面前进的比较慢 相比之下 比如说美国政府的另外的部门 像专利局早就已经采用了在网上申请 然后在线上传各种文件 我有美国专利局的专利律师执照 所以对这方面也有一定的了解 然后比较之下移民局在这方面落后了 当然现在正在设法大力的赶上 那怎么样来做网上的提交这样的申请呢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讨论一下 包括注意事项 常见问题 经验等等 那申请人呢 可以到移民局网站 然后呢 设立一个个人账户 然后呢 那你设定了用户名啊 密码啊等等 就可以登录 登录的时候呢 移民局有的时候呢 会发给你验证码 比如说通过手机 像这样呢 然后你就可以创建了这个账户 创建账户以后呢 你就可以在网上提交申请 这个申请呢 如果你完成了一半 中间呢 可以暂存 不是说要一次就全部完成 那这个申请除了提交以后呢 这个你还可以看到你的申请状态 申请历史 以及这个状态改变的日期等等情况 还有呢 如果移民局发给你各种材料 比如说RFE啊 这个打指纹的通知啊 以及寄给你的卡啊 你都可以在网上及时看到 信息更新 这样呢 可以避免错过来自移民局的邮件 那 另外呢 如果你这个 申请是通过雇主来提交的 比如说H1B 或者I140等等 这样 有的时候呢 因为各种原因 你可能从雇主那里 无法得到这个申请的批准书 你甚至不知道申请号码 那 如果你要换工作 或者有别的原因 你需要拿到批准书的一个copy 怎么办呢 你可以提交 所谓叫FOIA申请 这个申请呢 也可以通过你自己的移民局账户 在网上提交 这样呢 帮助你解决在绿卡和签证申请中的问题 像前面说到的呢 你避免错过来自移民局的信件 这样呢 就可以避免因此造成签证或者移民申请的延误 或者被拒 那 即使是你此前通过邮寄方式提交的申请 你仍然可以在网上创建一个账户 用来根据 完成你的这个申请 可以追踪情况 比如说我的申请移民局到底收到了没有啊 你有一个号码 以后呢 移民局说什么时候给我发达指纹的通知啊 什么时候发给我EAD啊等等 这样都可以看到 然后呢 那 这个网上提交申请呢 你获得的收据号码 一般呢 是IOE打投的 和其他的申请号码不一样 优点吗 你马上就可以拿到一个申请的case number 确认申请已经提交了 那有这些好处 但是限制在哪里呢 这个现在呢 允许在网上提交的申请种类还比较有限 可能最重要的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呢 是I539的申请 就是说呢 你签证身份转换和延期 可以在网上提交 那比如说 如果你是F1啊 B2啊 H1B 或者H4 L1啊 等等 遇到了工作变动 或者说毕业 或者呢 要延长在美国的居住时间 那你提交I539 可以在网上做 除此以外 还有什么申请 能在网上提交呢 比如I130 亲属移民申请 还有呢 N400加入美国籍的申请 还有呢 I90更换绿卡的这个申请 这些都可以在网上提交 那么 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申请 目前还不能在网上提交 比如说 I140职业移民的申请 I485转换身份 拿绿卡的申请 还有呢 I129这个办理工作签证的申请 这些呢 现在都还不能在网上提交 但是如果我们此前提到的 你提交以后 收到收据 还可以在网上 通过个人账户 来track你的申请的动态 那么律师能够为你做些什么呢 目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移民局 在这个试点方面 还是有各种限制 但是呢 如果你不熟悉 就在网上提交申请 律师可以帮助你 创建网上的账户 帮助你通过online的方式 来提交你的申请 或者呢 如果你的申请已经提交了 但是收到了移民局要补充材料的通知 要回复 你也可以请律师来帮助 我们前两天呢 就有一个像这样的case 有一位申请人 他来到美国以后呢 他当时是B2签证身份 先交了B2延期 然后在等待延期批准期间呢 他的爱485这个排期到 他就能够交爱485 所以呢 又交了调整身份的爱485申请 那后来呢 他的这个B2延期呢 移民局要他去打指纹 但是呢 因为疏忽啊 他错过了原来大家指纹的时间 这样呢 申请几乎被拒 会造成一些麻烦 因为Retroactively 如果他提交爱485的时候 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 对于很多这个爱485申请人呢 他这个申请就会受到影响 那怎么办呢 他联系到我们 我帮助他联系了移民局 移民局呢 又另外发了一份 这个大指纹的通知 所以让他能够补上这个Fingerprinting Biometrics 过后呢 他的B2延期申请又收到了RFE 然后呢 虽然他这个申请是网上提交 自己提交的 但是呢 联系到我们以后 我帮助他准备了对RFE的回复 这样呢 虽然他已经交了485 但是B2延期申请仍然得到了顺利批准 在回复RFE以后呢 只经过一个星期就拿到了批准 总之呢 网上提交申请应该说呢 是将来的趋势 那你在作为申请人应该熟悉网上账户 能够知道怎样创建网上账户 怎样根据你的申请 像前面提到 即使你的申请是通过邮寄方式提交的 创建网上账户也可以帮助来try这个申请 那这样的包括你邮寄提交的I140 485啊等等各种申请 比如说关于扣费啊 收据啊 打指纹啊 FE啊 收到其他通知啊 收到EADAP COMBO卡 收到绿卡等等 很多人经常说 我什么消息都没有啊 律师你那里有没有消息啊 你有没有收到收据啊 等等 你建一个网上账户自己就都可以try这些信息 那当然了 现在在网上提交申请呢 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比如说呢 如果你要和家属一起提交I539啊 转换签证身份或者延期的申请 在网上提交呢 每个人都要单独交一份申请费 如果是邮寄提交呢 就可以省一些费用啊 这个家属呢 只要交一个I539A就可以了 不需要另外交申请费 当然还要交biometrics fee 但是总体来说呢 费用少一些 所以呢 这里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需要注意 另外我们知道呢 移民局的政策也经常改变 总之啊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怎样在网上提交 并且根据你的移民和签证申请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